越南电力紧缺,火速求助龙哥,会不会上演龙夫与蛇的故事? 近年来,越南的经济发展迅猛,然而在这个进程中,电力短缺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。 越南电力高级,不得不向龙哥求助,这一局面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 面对这一形势,是否会重演龙夫与蛇的故事? 越南的电力短缺问题由来已久,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。 首先,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电力需求激增。 越南近年来在制造业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巨大,导致对电力的需求大幅上升。 而现有电力基础设施的扩建速度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。 其次,气候变化的影响。 越南作为一个亚热带国家,夏季用电量暴增,而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异常偏高,用电负荷进一步增加。 与此同时,水电站的水资源供应不稳定,火电站的燃料供给也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,会加剧电力短缺问题。 越南主要依赖水电和煤电,新能源比例较低,这种单一能源结构在应对突发情况时显得极为脆弱。 一旦水资源或燃料供应出现问题,就会导致全局性的电力紧张。 电力短缺对越南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,不仅影响了日常生产生活,更导致部分企业不得不停产减产,投资者信心受挫,经济增长受到拖累。 近年来,越南经济发展迅速,被预为下一个世界工厂。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,2022年越南的GDP增速达到8%,远超东南亚其他国家。 越南工业飞速发展,如家具制造、电子、纺织品等领域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。 然而,越南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能源需求,特别是一些耗电量大的行业, 如钢铁、化工和电子制造业,已经成为电力短缺的重灾区。 越南政府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较长,短期内难以缓解这一困局。 在电力紧张的背景下,越南不得不向龙哥求助。 这一举动表面上是无奈之举,但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。 首先,越南的地理位置使得从龙哥书点具有现实可行性。 龙哥的电网覆盖广泛,尤其是南方电网与越南接壤,具备向越南输电的技术条件。 龙哥在电力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,也为两国间的电力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 其次,龙哥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国,具备强大的输电能力。 龙哥不仅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,还能帮助越南优化其能源结构, 通过技术合作提升越南的电力生产和管理水平。 事实上,越南已经与龙哥签订了一系列电力合作协议, 通过跨境输电线路,确保越南在电力紧缺时期的基本供应。 然而,越南向龙哥求助是否会引发新的问题? 有人担心,这可能会重演龙夫与蛇的故事。 在历史上,越南与龙哥的关系复杂微妙, 越南依赖龙哥的同时又想导向西方。 但在电力危机面前,越南不得不做出务实选择, 这也为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奇迹。 所以,龙夫与蛇的故事是否会上演? 这将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与决断力。